为了善尽社会责任企业 全联财务管理公司向花莲市慈爱基金 捐出了10万元的爱心款项 而市长魏家宴亲自出席接受 也回赠感谢状感谢社会各界 对花莲市社福平台的认同以及肯定 也期盼可以号召更多企业团体 以及善心人士来共同响应公益 全联财务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宇苑 5号下午在花莲东海岸佛伦社秘书陈志源的陪同下 前往花莲市公所拜会市长魏家宴 同时捐出爱心款项10万元 要为照顾社会弱势尽一份心理 当我每年都有一笔预算在做公益 就想说趁这个机会能帮助一些弱势 然后做一些看有其他的企业 我就做一个抛砖引玉 然后能帮助更多弱势的人 市长魏家宴除了亲自出席接受 也回赠感谢状 感谢社会各界对花莲市社福平台的认同与肯定 今天要非常感谢全联财务公司的王董事长 特别到公所资政了10万元给我们的慈爱基金 那他也知道慈爱基金平常非常多人在申请 那特别是比较家庭困顿的 那也这边要特别谢谢王董事长 在疫情的前后也每一年都是有捐小额的捐款 那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中小企业 在这边不管如果你有需要捐助的部分 小额捐助 包括小额捐助或是物资的部分 都希望我们花莲市公所是您的首选 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一起做善事 花莲市慈爱基金在112年1月至6月期间 共协助47件急难个案 发放救助总金额达24万元诊 多数申请个案为面临重大疾病 意外事故等困境 顿时失去家庭经济支柱 而市长威佳燕也期盼有更多企业 团体与三星人士来共同响应公益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